未满18岁,精致观看,否则长不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火就上来了呀,恨不得立马冲上去呼他两个大嘴巴 然后一成也成的告诉他,你他妈说的,太他妈有道理了 简直骂到老子心坎里面去了呀 不过你说,炒作就炒作,还要专门找一个老歪 千里迢迢跑到我们这儿苦大仇生的当羊托 顶着道德的光环给你们当枪使,你累不累? 本来呢,一心要树立买断制这么个增结牌方 结果呢,一不小心玩脱了,走了下山路 钱也花了,口水赚了一脸 最后玩家买不买账还不一定呢 千万别以为带领了个牛逼的游戏 就肩负了普世价值,非要来拯救云云众生 楼仪土鳖 最后比脸皮,比不过满花疼 玩下流又玩不过死欲住 嘿,我告诉你,就这么个心态 那些曾经牛逼却被玩到歇逼的游戏 那还不是多了去了吗 咳,你要说了,咱买断制一出天下必服 嘿,还有什么更有良心的收费方式吗 嘿,说到这个买断制啊,还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这种拿网游当单即卖,一次性付费终生爽的牛逼制度 怎么想都简直是一条告别土豪当家作主的正道是吧 嗯,我承认确实屌 不过呢,我觉得更屌的是 你呀竟然敢在我大天朝玩这个 我就问一句 谁还记得你们上一次喂一块软件掏钱是什么时候 记得吗,我就不说了 游戏最后到底会定价多少 在一个民众普遍不知道软件是要花钱的国度里面 你冷不定玩这么个高贵冷艳的高门槛 考虑过小学生的感受吗 你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土豪横行 蝗虫遍地,人多钱傻的地方搅洪水 我也只能说,嗯,勇气可嘉呀 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穷山恶水,出刁民 好自为之,好不好 前不久,广大的小学生玩家迎来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消息 一部专为南京小学生编写的吊炸天的游戏教材 在沥水实验小学正式首发了 据说呢,这门课程将在南京51所小学实行 成功之后将普及全南京的小学 并成为像体育课一样的必修课程 哇擦,这鸟性不是我说啊 小学生玩家的牛逼已经惊动了教育部啦 嘿,简直是喜大普奔啊 听说这门课程的教材也是精心定制 搜罗了上百种适合小朋友玩的室内室外 线上线下游戏 包括老鹰做下机啦 跳格子 丢手卷 卢阿鲁什么的 十分的富有同学 并且呢,分类成了十个单元 每周上一节总共三十六课时 嘿,想象一下 课堂上老师带队开五黑 下副本,做日常是什么样的情景 放学作业布置个精英任务 早上一帮学霸打不过 被老师挨个罚战 村口老王家的熊孩子 因为排位最高 居然担上了课代表 哇擦,光是想到这些情景 一马我就激动了内牛满面啊 对于这样的课程 我绝必是双手赞成三十二个赞 强烈建议教育部不仅要在全国推广 并且还可以向中学大学扩展 甚至设立研究院也不是不可以啊 你想,这样一来 不仅缓和了师生的对立关系 还从根本上杜绝了熊孩子逃课的问题 更不会出现什么高考张员 因为玩游戏荒废学业这样的社会悲剧 多少网吧迷途少年 从此不仅能够找到归属感 还有可能获得学位 卧槽,简直是立国立民啊,对吧 诶,听说目前这个专业的师资力量不足 嘿,你看我怎么样 我可是很愿意教小女生了哟 嘿嘿嘿 排量栏目订阅 最全游戏专区 游戏一站搜索 游戏游戏直播 专业编辑团队 离线观看模式 六大功能特色 游戏新闻 视频攻略 景图全搜罗 尽在1773手机客户端 最近呢 因为哥儿妈 因为自己的妹妹长得漂亮 遇到了一件十分气氛的事 自己的一个好兄弟 竟然骗她去网吧打游戏 然后中途偷偷溜回她家去 抢见她妹妹 嘿嘿嘿 简直做的一手好死啊 话说呢 这个嘛小沈 也是一个人缘不错的小伙子 身边狐朋狗友是一大票啊 一天晚上 她请了老乡刘某和另外一个同志来家里面聚餐 其实呢 让自己的妹妹买来韭菜招待 这一来不要紧啊 妹妹一亮相 卧槽 刘某当时就把持不住了呀 那哪是一件情形 简直是情男子恐欲吧 不能啊 嘿 正所谓老乡见老乡 背后捅一枪 想来想去 这个刘某啊 想了个吊虎离山之际 凌晨一点钟 刘某突然提出要请兄弟去网吧打游戏 简直作急 更作急的是 另外两个傻逼居然他妈的同意了 于是三个人就看网吧开黑 于是三个人到了网吧就开黑 一打就打到了凌晨四点钟 好不容易熬到小沈睡着了 刘某一看 嘿嘿嘿嘿 机会来了 立马就冲回了小沈家 假装是仇家来寻仇 对着小沈的妹妹就是一顿猴急胡闹 结果呢 遭到了妹妹的奋力反抗 最终那是没有人够得逞 要说这个小妹妹啊 也是有勇有勇 反抗之中 还不忘扯下刘某的一个扣子作为证据 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最后呢 刘某顺利落网 嘿不是我说啊 作为国际公认的妹子一夜情 容易指出高达四点五星的天朝 连我都气你捉急啊 本来男子中群 女子怀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瓶水相逢 你连个嬷嬷都没摇过 就要大干快上 你懂不懂礼貌 实在是天理不容